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主要来学习一下思考时间在性能测试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首先呢,我们会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到底什么是思考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需要去了解,真正弄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思考时间这个东西 这其实是这节课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当然就是来看一看这个在LowRunner这款性能测试工具当中 思考时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应用 思考时间本身啊,它不是说是LowRunner这个工具专有的 它是性能测试里边本身呢,就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到底什么是思考时间呢 其实这个思考时间顾名思义就是用户用于思考的时间 这是很简单的一种解释 那么为什么用户用于思考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呢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梳理一下的 我们呢,还是进入到这个LowRunner这个PHP问的 咱们这个论坛里边 好,大家注意啊 当我在这边输入了这个域名,输入了这个网址按回车以后 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很多的GET请求就已经发给了服务器 这个时候这个客户端其实是在跟服务器端进行交互的 它呢,对服务器呢也是有压力的 因为呢,它要去请求服务器的资源 但是当我打开了页面以后 通常的一个用户它会怎么办呢 它可能并不会说,页面一打开 马上就去点了一个别的什么东西 或者是直接去进到某一个板块 或者某一个帖子去查看 它可能打开了以后 它会通常是不是会暂停一下 它会去看一看 打开了这个页面以后 看看有什么一些好玩都没有 大概浏览一下 那事实上呢,它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我们就可以想象成用户呢 正在做思考 那么它思考的这段时间呢 其实是没有给服务器施加任何压力的 也没有给服务器发任何请求 那么我们作为性能测试来讲 一定要考虑 这段时间用户其实是没有给我发请求的 因为在真实的情况 那么我在性能测试的脚本开发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也需要去考虑到这些 注意到这个问题 用户在访问一个系统的时候 它有很多时间可能都是处于暂停状态 或者说呢 它并没有直接跟服务器端进行交互 它可能只是在本地或者在浏览器里边 做一些它自己喜欢的一些操作 那对于这个时候呢 对于性能测试来说 我们就需要注意了 那这段用户暂停的这些时间 我们呢需要知道 然后呢把它这个放在我们的脚本里边 也要模拟用户去暂停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咱们说思考时间其实更简单的一个解释呢 就是用户暂停发请求的时间 好这个呢 这样一种解释呢 其实就跟我们性能测试本身的很多东西呢 结合起来了 所以呢 建议大家去关注的是这样一个解释 用户暂停发请求的时间都可以被称之为思考时间 我们再来看 这是用户打开首页的时候 他可能会考虑一下他到底要不要点进去 那还有的话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用户要去登录 好 当我们点登录这个超链接的时候 毫无疑问一个get请求发出去了 这个没有问题 请求了登录这个页面 好 当这个页面请求完了以后 我当然接下来呢 就是要去发送一个Post请求实现登录 那么在我打开登录页面和发送Post请求实现登录的之间 其实用户会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会输入一个用户名 再输入一个密码 这个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没有对这个服务器造成任何压力的 只有当我点击登录这个按钮 提交这个Post请求的时候 才会跟服务器一段有交互 所以呢 在这个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也是在暂停 他也是一个暂停的时间 再比如我们进到某一个板块 点击一个发表 当我书帖子的标题和内容的时候 其实也是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 这种暂停的状态 是相对服务器端来说的 因为服务器感感觉不到从客户端发过来了请求 所以对服务器来说 这段时间服务器的资源呢 他是空险的 这就是关于思考时间的一个解释 那么思考时间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暂停的时间 这种暂停的时间是对服务器角度来说 有可能用户在这边 在客户端这边一直在做操作 但是对服务器来说 他感受不到这个过程 他就认为是暂停的 因为他没有去处理请求 他也不会消耗我这个服务器这边的资源 所以呢他是暂停的 所以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评估的 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思考时间呢 事实上其实我们从一开始来学性能测试 我就给大家特别特别强调了一个东西 那么要叫做模拟真实场景 我们前边的检查点啊 事物啊 咱们的关联呢 参数化等等啊 有很多很多其实呢 都是为了让这个咱们的性能测试脚本开发和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无论是脚本本身还是我们场景的设计 那后边我们也会专门去给大家讲 场景设计里面有些重要的话题 那么其实呢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测试环境呢 更加符合我们真实的一个用户使用的情况 这样咱们测试出来的性能测试数据才相对呢更加的准确 但是啊 咱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准确 只有真实的用户才能够真正的模拟这个 模拟出来一个啊 我们这个系统真实的环境 我们如果只是内部来进行性能测试啊 只能说尽可能尽我们的最大努力 把各种可能的一些因素和变量都考虑进去 让这个环境呢更加的真实啊 只能说尽可能更做到更好而已 那么咱们用四个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 模拟真实场景 因为在真实的情况 用户不可能是像我们这边脚本里面看到的 比方说啊 咱们这边一个请求发了 马上就发下一个请求 在这啊 比如说咱们打开了一个首页 你看啊 我们这边是打开一个首页 打开首页了以后的话呢 马上第二个请求 中间这些脚本这个函数处理过程很短很短的时间啊 几乎可以忽略不去 因为它是路上工具本身的一个处理时间很快的 马上就发第二个请求登录 登录完了以后继续又发一个请求 这个星体 打开星体这个页面 然后又发一个请求 或者提交一个帖子 我们看到 在这种脚本里面 其实 它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真实的情况的 真实的情况 不可能有一个用户 发了一个请求以后 一点都没有暂停 马上第二个请求就会发出去 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所以啊 我们呢就需要用思考时间 来模拟用户的这种 暂停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我们回到最开始 我们Action1 这是我们第一堂课录的一个脚本 这边发了请求以后 其实大家有仔细看的话 你应该说早就已经关注到了 我们这边呢 会有一个暂停的时间 AwareThinkTime 其实就是思考时间 一个函数的应用 思考时间 Aware的应用呢 其实本身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搞明白 为什么需要思考时间 这个原因 把它真正的这个 理清楚 那么我们在LowRound的应用呢 其实相对来说 反而是简单的了 直接在脚本里边调用 AwareThinkTime这个函数 后边员工号里边跟上的 就是一个一秒单位的 唯有单位的这么一个暂停的时间 好 这边呢我们点了登录 登录完了以后 又暂停了一段时间 这个登录的请求 才正式的发出去 这个暂停的这13秒 毫无疑问 那就是我们正在输入用户 密合密码的这一段时间 好 那么所以呢 这是关于思考时间 其实我们也很早以前也都接触过了 那么只不过这一堂课呢 专门呢把这个作为一个知识点 给大家把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呢 做一个介绍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咱们回到我们最开始 实现登录和发帖 并且讲关联的那一门课的这个脚本 我们呢先让这个脚本给运行起来 Eximpost 好 那么我们讲 打开首页 打开首页了以后呢 咱们在首页的后面 或者说下一个请求的前面 去做一个暂停 都是可以的 这个呢 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呢 就在这个打开首页后面 紧挨着 我们呢 就去暂停一下 这个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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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暂停来 这个暂停了 这个暂停 这个暂停了 这个暂停了 所以他一定要点一下登录 所以事实上呢 要为了模拟真实场景 这边呢 其实还少了一个请求 那这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我们有些东西呢 可以删掉 有些东西呢 千万不能删除 那么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点放在这 后边我们会专门以解课 来给大家梳理 关于这个模拟真实场景的一些要点 统一的给大家梳理一遍 我们现在呢 主要来看的就是关于思考世界 好 那么下一个请求 登录成功了以后呢 我要去发帖 比方说在新铁 当然这请求中之间 本身都应该有这个思考时间啊 我们只不过呢 为了讲这个应用本身 咱们呢在新铁后边这个地方 简单先设两个思考时间就可以了 比方说他这边打开了新铁的这个页面 然后呢 他一定这个时候 他要做的是输入铁字的标题和内容 你哪怕不是完全的一个字一个字自己输 你用户你要去复制粘贴 你也得花时间 比方说这个是过程呢 可能他需要平均十秒的时间 好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把这个请求发出去 这样呢 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思考时间给放进来了 好 我们呢 现在来简单运行一下 确保一下这个日志是正常输出的 好 把这个日志来启用了 输出一个标准日志 咱们来运行 其实咱们这个脚本啊 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 有检查点 有事物 有这个关联 所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知识点 其实都包含在里边了 好 脚本运行完了以后 还是先简单确认一下 咱们的这个铁子又没发成功 先看看脚本功能本身 这都是我们真正去调试脚本需要做的事情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日志里边 蓝色的部分注意 蓝色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高亮的一个提示信息 会告诉我们现在它准备干什么 这边呢 提示我们这个Homepage这个事物呢 已经开始了 好 那么当手机打开了以后 这边Homepage这个事物呢 很容易 pass的状态结束 duration1.3033秒 wasted time0.9620秒 好 所以这其实是事物里边 我们呢 没有专门去给大家讲的另外一个点 关于事物的响应时间 里边呢 有很多一些 这个有可能是啊 扰乱的一些时间 会放在这个事物里边 比方说事物的时间 你看就像这一样 这个事物的时间是0.3033秒 但事实上呢 有0.962秒的时间都是属于wasted time浪费的时间 什么叫浪费的时间呢 就是说在这个事物当中 我们看到的虽然是1.3033秒 但事实上呢 真正发送打开首页的这个get请求的时间 只有1.3033减去0.962秒 这个时间呢 都是属于浪费掉的时间 它不应该被包含在事物的响应时间当中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 那么这个浪费的时间 咱们注意了 我们这边的事物首页开始的地方 打开了一个请求 注意 我们这边刚才不小心 在这个事物的里面啊 注意这一部分是咱们的home page 打开首页的这个事物 在这个事物里边呢 我们设置了一个思考时间 you are single time等于这个暂停5秒 好 那么暂停5秒 这个5秒钟到底有没有暂停 这个浪费的时间又浪费在什么地方 这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搞明白的 事实上 关于这一个事物和思考时间 或者说事物和咱们的后边还会给大家讲的集合点 里边的这个顺序一定都要不要错乱了 否则我们计算出来的事物的响应时间肯定都是错的 后边呢 我们会先把这个集合点给大家讲了 再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看事物的这个具体的时间到底应该怎么来评判 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思考时间上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边登录的事物开始了 注意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系统说提醒我们在暂停 登录这边也浪费了一点点时间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边有个提示信息 说这边我们暂停了多少时间 什么原因 这个地方呢 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的lowrunner工具安装好了以后 关于这个思考时间呢 它是可以开或者关的 我这边的思考时间默认的情况下 我已经把它设置了 一个low sync time 当然当我们新装好 它是会replay sync time的 我这边呢 已经把它设置成了忽略思考时间 选择了这个选项什么意思 虽然我们这边有这个思考时间放在这儿 但是它在脚本运行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会 它并不会去真正暂停五秒钟 因为它直接会忽略掉这个思考时间 那么最好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们真实的情况 要模拟这些词息 需要回放思考时间 那一定要记得去把这边的这个选项 把它给设置默认的replay 回放这个思考时间 好 回放了我们再来看一看 好我们注意看到了 这边它现在其实脚本没在动了 就暂停了五秒钟的时间 后边呢继续啊 这边又暂停十秒钟 那么它就会呢 暂停十秒钟才开始发动下一个请求 好 十秒钟完了以后 请求结束 好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设置了思考时间 并且呢 回放思考时间以后 这个脚本整体运行 其实节奏就变慢了 它不会飞快的 连续的把所有请求全发给服务器 这个节奏变慢了 这个节奏呢 几乎跟我们用户的节奏是 类似的 这样呢 当我们去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得到的服务器端的一些性能数据 相对来说呢 也会更准确一点 但是这里边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我们这边写固定的一个思考时间五秒 这边固定的一个思考时间啊 发帖的输入帖子标题和内容的这个时间是十秒 这里边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每个用户打开首页以后 它都暂停的只是五秒钟 毫无疑问 这是肯定不可能的 当然也不可能说每个用户发帖的时候 输入帖子标题和内容都花的是十秒钟 事实上我们再引申下去就会发现 还是没有模拟出来真实的场景 所以这边给大家备注一下 关于这个真实的场景 第一个需要思考时间 我们呢当然需要根据我们这个系统 有的人慢一点 比方说我们在这边 当我们打开首页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系统用户本身对这个系统很熟了 他可能就停了个一两秒钟 他就直接去点登录了 但是到后边发帖的时候 有可能某些用户呢 他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去写一个帖子 几分钟十九分钟二十分钟都是有可能的 但有的用户呢 他可能就是直接写了一个顶 写一个字就完了 类似他可能就只需要花一两秒钟 所以呢 我们这个思考时间要考虑的问题呢 其实就不单纯只是说暂停多少秒 平均多少秒 我们为了能够模拟出更真实的场景 我们最好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比方说我们可以设置他是 一秒钟到五十秒 五秒钟到二十秒等等 设置一个范围 最好呢 我们真正脚本运行的时候 让他在这个范围当中 随机的去生成一个思考时间 这样每一次这个暂停的时间 就有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呢就更符合我们用户的这种使用习惯 那么好在呢 rollrunner里边对给我们的思考时间呢 设定了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使用策略 那就是呢 用一个随机的一个时间范围来生成思考时间 默认啊 是叫做as recorded 我们脚本是多少时间 他就暂停多少时间 还有一种选项呢 是把这个暂停的时间呢 乘以多少倍 比方说乘以两倍 那我们这边暂停的五秒 他呢 实际回放的时候暂停十秒 就这么个意思 我们重点要讲的呢 是这一个 use random percentage of recorded 用一个随机的范围来确定这个思考时间 那么他这边呢 给定的是一个比例 50%到150%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这边录制的15秒 那么50%最小的值呢 就是2.5秒 最大的值呢 7.5秒 那么我们在回放脚本的时候 这个思考时间 他生成的暂停的时间 实际上就是在2.5秒和7.5秒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这样呢 咱们每一次 每一个脚虚拟用户去运行的时候 他的这个暂停时间都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给他限制一个合理的范围就可以了 通常来说 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范围呢 是50%到200%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是估算出来的一个平均 一个用户打开这个页面以后 通常他又会暂停大概多长时间 他才会去打开下一个请求 50%到200%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5秒钟运行的时候 他实际到底暂停了多长时间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暂停的时间呢 现在变成了5.72秒 那看看后边那个10秒钟的暂停 现在变成了18.89秒 其实呢 就是位于50%到200%的这么一个随机数的范围 那么推荐大家呢 在使用思考时间的时候都选用这个回放的策略 这样呢 才能够更加满足达到我们的一个原始的目的 我们既然用思考时间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来 模拟真实场景 那么一定要让它是场景更加的真实 否则呢 这个思考时间其实意义呢也就不大了 好 那么另外呢 咱们说这个思考时间 它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原子 咱们不能够设置太短 不能设置太长 不能设置太长 比如说你设个暂停一分钟 暂停两分钟 不能设置太长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是做性能测试 和真正用户在用本身是有差别的 那我们呢 当然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研发阶段 对系统进行内部的性能测试的时候 尽可能呢 给系统一些严格一点的测试标准 这样当用户拿去用的时候呢 相对于我们才能给自己这个系统呢 稍微有一点冗余 不至于我们测的很好 用户一用 发现就出问题了 而是我们测的非常的严格 对系统的要求比用户更加严格 这样系统达到了我们严格的一个标准以后 对于用户来说 他们在正常使用的时候 不至于说马上导致会让这个系统出问题 如果我们要求太低了 那么用户要求太高了 这个时候系统其实测出来的和真实的一个结果 肯定就不匹配了 所以咱们在测试阶段 无论是我们的功能测试也好 安全性测试也好 性能测试也好 可靠性测试也好 我们设置的测试场景一定是要沿这个高于咱们的用户的真实使用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思考时间不能设的太长 如果设的太长了 比方说我们暂停的就是一两分钟或者三十秒四十秒 而用户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暂停几秒钟 这个时候相对来说 用户操作这个系统 他给服务器发请求的频率就会更高 那么对服务器的这个性能要求呢 其实也会更高 而我们测的时候呢 要求反而低了 这肯定是不好 所以其实咱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我们在测试这阶段 一定要高标准的去进行测试 那么思考时间呢 不能设的太长 设的短 其实呢 标准就相对来说提高了 就这么一个概念 后边我们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设置 需要考虑高标准的情况 后边呢 我们还会有专门的课 再给大家总结 关于这个 除了模拟真实场景以外 还有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设置这些 性能测试的运行场景 还有一整套的一些思路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 它跟LowRunner这些工具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说这个性能测试 工具呢 它最多最多只能帮助我们解决三分之一的问题 像这样一些问题 这根本就不是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的 它只能说提供这样的一个接口 让我们呢 操作上方便一点而已 但是至于说你暂停多长时间 LowRunner怎么知道呢 它也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因为这些东西是跟我们系统的业务逻辑相关的 好 那么关于整个思考时间啊 一个使用的一种场景 和它在LowRunner的一个基本的应用 咱们呢就先说到这